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长寿花 这颗长寿花跟其他品种有所区别 这种长寿花每次开花非常的多 如果说养了旺盛的话 这种长寿花每次开花都能开上几百朵 或者上千朵都有 那么由于夏季这一段时间 养长寿花大家要注意一些方面 如果说不注意的话 长寿花很快就凋现 那么正常来说 这种长寿花在冬季的时候开花的话 可以开两到三个月 或者是四个月都是可以的 那么在夏季的话就很容易 让这个长寿花很快就凋现 那么什么原因呢 由于现在夏季温度太高 所以造成长寿花快速的生长 那么它这个花宝很容易凋现 所以我们在夏季的时候 想要这种长寿花延长它的花期 大家必须要注意我们的养护环境 一定要把它放到最低温的地方来养 最好是又能接受一点点光照的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个长寿花 花期变得更加长 那么我们改变养护环境的同时 要给它补充一点零钾肥 因为在开花期间的长寿花 它需要的零岩素会非常的多 如果零岩素跟不上 那么它在花芽就会分化的少 所以我们也要按时按量的 给它补充零酸二斤钾 我们使用的时候 只需要一克的零酸二斤钾 对上800克的精水 以后15天给它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那么平时我们养护的时候 要保持这个土养不能积水 因为这种长寿花 如果土养一积水的话 就很容易根系出问题 根系出问题了 那么营养跟不上 那么这个花苞就会提前的凋落 所以大家想要这种长寿花 开花多 开花久 一定要做好这两点 所以我们养长寿花 不同的品种 不同的养护方法 大家一定要注意好 不能一概而论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这一种长寿花的一些养护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